在地方的這個連結 就是說紙密跟這個觀光 然後現在還有在地創生 國防會這邊主導在地創生 我們怎麼樣做一個連結 我們就有文字詩 他也是參與國防會在地創生 那個文字詩在外面 也可以看一下看怎麼樣 為了讓普里傳統造紙技術 能夠得到傳承 日前在立委蔡培會的邀請之下 文化部長鄭立軍與文化部官員一行人 到普里廣新職場進行一場座談會 希望聽取普里在地造紙業者的心聲 幫助造紙的傳統產業及技術 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 我們也很感謝正部長 特別帶領了部裡面一級的主管 跟大家做了一些相關於產業 還有怎麼樣能夠透過一個文化聚落 然後透過社區的部分 來帶動我們手工造紙 永續發展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我覺得就是希望我們南投縣政府的文化局呢 今天在這個地方也辦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說中央有資源來到地方 那希望我們文化局也能夠做一個非常好的承接 現一眼業人創表示 在中央單位到地方關心特色傳統產業的同時 也希望在日後中央有任何幫助在地傳統技術保存的計畫 縣府方面也能夠全力來配合 幫助地方文化以及技術能夠繼續傳承 政部長清臨現場 然後聽取地方那個手工造紙技術業者的一些心聲 還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我們的造紙的廢棄水的排放的問題 能跟環保署能做一個協調 然後記憶的宣揚故事的論述 能向國外國內一些旅遊或是觀光的宣導的場所來發揚 那非常感謝 當然也希望縣政府能配合這些計畫作為 也來協助地方的這些文藝的傳承 副議長潘玉泉感謝文化部的用心 能夠看見埔里造紙業發展的困境 到地方聽取基層的聲音 也希望在中央與地方的共同合作之下 能夠再次將埔里造紙業帶動起來 再創埔里造紙業的榮景 記者陳偉一 埔里採訪報導